从21号起被称为英国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铁路工人罢工拉开帷幕 受此影响预计21号到26号期间 英国铁路出行将非常不便 从黎明时分 罢工者就开始集结 导致英国铁路交通出现严重干扰 据悉 21号是铁路大罢工的第一天 23号和25号还将再举行两次罢工 罢工日期间大约只有一半的铁路线路继续营业 且服务非常有限 发起这场运动的英国全国铁路 海路与公路运输工会表示 铁路工人的薪资水平跟不上英国通胀上涨的水平 因此他们才决定罢工 全国铁路 海路与公路运输工会表示 如果通胀率继续上升 英国的教师 医务人员等行业也会举行罢工